謝謝主席各位請一下部長 張部長 趙委員好 張部長你好 張部長我先提醒你一下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現在保二確定無望 從7月31號我們主計總處公佈2.08經濟成長率到8月17號下修到1.66 昨天跟今天的媒體都一直在提醒說 10月31號很有可能九度下修下修到1.5以下 以上我先讓你知道我們的GDP是持續下滑中 所以包括政府包括這個朝野包括國會一直都在思考怎麼樣 就GDP就經濟也能夠達到所以簡單的目標 所以我要請教您這是今天中國時報的報導說 減稅補助購車案財政部打回票用一個匿名官員放話的方式 在這個媒體獨家的方式這樣一個很嚴肅的政策 我們從這幾個月以來也跟貴部多次透過公聽會透過協調會所做的討論 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做回應我想請教部長 這是財政部的意思嗎 保護員我想匿名放話這個我糾正一下 可能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是哪位記者去訪問誰 那上面所寫的是財政部的意思嗎 要細膩一點因為你補助什麼車 就是減稅補助新車 不是不是他上面就是整個把本席這一段時間以來跟貴部以及許多的單位共同討論的 針對十年十五年以上的舊車為了達到太舊換新跟刺激GTP 認為這是一個不適宜不可以 包括09年的後勿稅的補助沒有效果 是一個失敗的政策 這是財政部的立場嗎 這樣啦我跟委員報告這個是可以討論啦 因為舊車換新車 那舊車會變成很有價值的 大家會買舊車來 那我要買很高檔的像賓士BMW 我就買一部舊車來抵 這樣會有這樣的道德風險啦 那個舊車反而沒有淘汰 反而在市面上會被拿來買了以後來抵 好看起來這篇報道相當程度是財政部的立場 那我就一點點跟你討論 但我首先提醒部長 用這樣的方式回應國會議員很嚴肅的政策討論是一件很沒有禮貌很不尊重的事情 如果那是您的意思 我會對你表示譴責 如果這不是您的意思 請你回去好好想想 是哪一個250的官員 用這樣的方式討論一個嚴肅的公共政策可以嗎 好 我接下來一一的跟您討論上面的報導內容 他特別先提到說 在09年那一次啊 馬總統執政之後面臨了金融海嘯 他認為09年那一次的貨物稅的減免 是針對全體的車輛包括機車 他認為效果不張 所以效果不張是說 增加了購買不張GDP貢獻有限 但是這跟實際的數字不一樣耶 實際的數字在那一次的這樣的一個貨物稅的減免啊 把原本預估當年只能達到170億的這樣的一個產值 17萬輛的這樣的一個產值 擴增到29萬4千輛 增加了12萬多輛 稅收雖然減免了3萬 但稅收高達了超過100億的多出來的稅收 還成為了我們的行政院拿來宣傳 當時在對付金融海嘯危機的時候的一個得政 這一點您要不要更正一下財政部的觀點 在09年那次的貨物稅是不是達到了一個真正幫助金融海嘯 我們要遏止幫助整個汽車龍頭產業止跌回升的一個助燃器 當然我跟委員報告了 就是七年度那個金融海嘯 政府是全面用減稅來刺激經濟了 所以我們的稅全部分就全面減免 這兩三年來大概稅也減到非常低了 你不要講那麼多 有有有 我要跟你講 我說那個時候政策就用減稅了 那現在是不是還有稅可減了 這是一個問題了 第二個 整個方向是不是好像節能減碳 沒問題 一個一個來好嗎 你不用跟我簽到其他包括消費券這種烏龍的政策 我就跟你就貨物稅在汽機車的部分論汽機車 當時的這樣一個數字我有說錯嗎 呃 務委員的數字應該是有所本的錯 手上是沒有數字 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我們不要啊 這個 卓士金飛啊 我們也認為馬總統那時候做得不錯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才提出的看法 我們現在就來談所謂的 減能減碳好嗎 嗯 我們在跟各 呃就是 貴部喔 我們開過很幾次會議耶 都有會議紀錄 我念給各位聽 要不就是你下屬的幕僚啊 給你一個錯誤的資訊 刻意誤導 這個案子 當時提的就是針對 一定年限以上的老舊車輛 因為他們佔著排碳量相當的高 那個都是 嗯 有紀錄的 然後呢 如果能夠就十年 十三年或十五年以上的車輛 去做相關的淘汰 就可以達到節能減碳很大的效益 這是當時的共識喔 嗯 但是當時財政部的意見非常好 他認為啊 要能夠避免像剛才部長您講的疑慮 必須強制報廢 不可以再讓車輛路上行駛 而且他必須等到整個退稅程序完成 待報廢車輛車主完成新車採購後 才可以讓補助發生 這些部分呢 都跟報導裡面你們要誤導大眾不同 你們誤導大眾的是說 啊車子我買新的 舊的又變成的二手市場 像您剛剛講這是個有價值的 問題是這跟當時我們在研你這個政策 所做的初步的一個結論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在這裡重新問一下部長 如果從財政部的減稅 乃至於這個暫行性的法令 跟所謂的業者達成共識 必然一定要以報廢為前提 讓十年以上或十三年十五年以上的車輛 可以透過這樣的減免 達到當時零九年這樣一個太久換新的效果 一來刺激GDP 二來可以減能減碳 你願不願意讓這件案子 重新在我們的政策思考裡面繼續研議 委員這個提案是不是 我們請經濟部工業局來做一下 隨時支出評估啦 看看真正的評估怎麼樣 免得大家對不同的角度來看 看看是不是第一個要不要 呃是從什麼角度 不是為了收回舊車避免節能減碳呢 還是要刺激汽車業呢 是從什麼角度來看 對 雙法旗下是有可能的 我在這邊提醒一下 請郵局來評估一下那個稅事支出 好 那部長我在這邊很鄭重的就 再次的提醒您 這篇報導上面是錯誤百出的報導 但是卻以一個結論 就是目前已經決定打回票 不做這件事情了 我們可不可以請部長 鄭重的澄清跟收回陳命說 這一件案子仍然在研議中 您剛才講的請工業局做出一個 很具體的專業評估 我可以接受 因為這是本來就是公共政策討論的過程 你有沒有做承諾說 讓這個案子 我們繼續做一個研究 讓他等到一個真正的評估 如果評估出來的數字 確實是沒有效果 沒有辦法增加GDP 沒有辦法減能減碳 我們也不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反之如果這確實是一個 對GDP刺激有幫助 真正對減能減碳有幫助 我相信您也不會本位主義 堅持拒絕是嗎 請經濟部工業局做一下稅事支出評估 看看稅收損失多少 可能產生什麼效益 那就是 稅事支出就要評估效益 那個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評估 對 所以我整理一下您的看法 就是說讓我們經濟部工業局 把這個績效的評估 我們的評估精確一點 那送給財政部 我們來看看相關的稅收損失跟效益之間 就成本跟效益之間 看看是怎麼樣 好那我最後的提醒是這樣子 可能在最近剛才包括許多委員所提到的 證所稅的衝擊或者是最近各種社會保險的衝擊 使得汽車業在第四季幾乎用腰斬的方式 減少了它的銷售量 這直接衝擊到我們可能從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 很多經濟的表現 這個部分我相信有很多的業者 也已經在跟財政部 或者是我們的政府進行陳情 所以我最後的提醒是說 這樣的案子進行精密的評估 我認同 我們讓這個報導 這種錯誤的報導 不要再用這種方式來討論公共政策 但是我提醒速度不能慢 你速度一旦慢下去以後 可能等到這個業者整個崩潰了 再救就困難 所以我想 我部長您剛才所做這樣一個政策的討論 我們能夠盡快進行好嗎 不過要請工業局盡快進行 不是我們 因為做 是你提案 這個是目的是業主管機關在經濟部 工業局 要請他盡快 我們我們再發函也可以了 好 發函請他做 我們一起努力了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趙委員 接著請 在你 沒有 有 油